在屏东的马家部落永久屋夜宿一宿 总统凌晨就起床 广场做操之后 还有的忙呢 可以吃的 清智高昂 一夜好眠 加上清晨 空气鲜甜 让总统忍不住想到 很凉爪 这样的一个经验 这样的一个 想到这个普罗旺斯的感觉 连大明星罗苏克洛在普罗旺斯拍片都忍不住惊叹 被美丽风景深深吸引 有人说法国东南部阳光普照的普罗旺斯就是人间天堂 屏东正一栋一栋黄色永久屋 是乡民们一手搭建起来的防射 为了避免灾害的落脚处 在总统心中也算人间天堂吗 慕良印象所及 总统担任公职之后 还没机会到普罗旺斯 总统善用形容词 盛在永久屋的生活 像在普罗旺斯 马家乡民多么希望 真能脱离口拒 日子能像普罗旺斯一般悠闲惬意 哇 你看马上九今天弃的这个地方叫马家 马上九的家 但是他讲的普罗旺斯 其实是被很多网友 很多那个攻击 民进党很多人也骂他 说你都不晓得灾期的生活情况 然后你把我们这边比成普罗旺斯 但是马上九他是早上起来 跟老百姓去跑步 然后觉得说这边清风习习 然后他的环境的一个讲话 民进党的骂法其实反而让人家觉得说 你太小家子气 为什么 两年前啊 爸爸风灾发生的时候马上九去看灾 然后被骂 民进党骂说你怎么可以搭直升机去 搭直升机怎么能够体会灾民的痛苦 然后他昨天说马上九应该搭我车 所以马上九应该搭我车才能体卸灾民困苦啊 但是蔡英文去看灾的时候是住汉来饭店 汉来饭店是五星级的吃那边的早餐 然后带着无奈的秘书长去 然后后来媒体把他爆料 读者只称蔡英文去看灾住汉来的饭店 这名读者在该饭店43楼餐店 一到蔡英文吃早餐 他说看灾竟在高级饭店 到高档饭店用餐太可恶了 这读者剪辑了 然后代表蔡英文发言的民进党文宣部主任郑文燦说 那是因为安全的理由不便公开蔡英文住宿的地点 然后汉来最便宜的房间 一碗要价7800块 汉来的那个秋意最清楚 因为听说高雄还有一个帮叫汉来帮 这件事情你看蔡英文是这样面对 汉来帮已经解散了 已经解散了 被你弄散了 陈德兰宁文宣出事以后已经解散了 不过汉来饭店其实蔡英文住的房间是上万的 是上万的房间 你到灾区到六规灾区去看灾 绝对可以住在灾区附近找个民宿 或者找一个寺庙 你都可以住在这个地方 你是为了勘灾啊 勘灾才是主调啊 你跑到汉来 汉来就在我现在我那个选区 在大高雄的市中央 要从汉来要到灾区哦 那比从台北坐高铁到高雄还远啊 哪有人勘灾住汉来的 那叫东西非常不方便的 你怎么可能住汉来就看灾呢 这就代表蔡英文的习性嘛 她那个富家女她不开进口车 不住在最高档的五星级饭店 高雄的汉来是No.1啊 她根本没有办法活下去吧 你这样的人还敢讲到民生疾苦 还敢讲到灾民 老实说我们不能说这个不能住饭店 或是不能在五星级用餐 其实说你在批评你的对手的时候 是用什么样的标准 那回到自己的身上是用什么样的标准 所以好像我们刚才看到一些例子就是 这个双重标准的事件 不断的发生在我们的眼前 那怎么会弄成这个样子呢 文家兄 我想双重标准来自于一种双重的一种心态 就对别人一种 对自己一种 对事物也是存在这种双重 民进党最近有一次会议 听说蔡主席不小心闹个笑话 有一位来自农业兴奋的委员提出 尸骨收购 听说谈了一阵子 主席把它听成尸骨 尸骨未寒的尸骨 尸骨两个有点差别 但这或许是蔡主席一下子耳朵听不清楚 我不是用这个来追究他 而是说蔡主席 在你的心中尸骨跟尸骨是不一样的 他不能长期用两套标准去思想它 去诠释它 而是你要真正了解尸骨在这个农业社会的意义 那个尸骨在某些地方的意义是什么 所以我觉得蔡主席还有很多政治学分要秀 对但是我们其实看到就是总统候选人都出遍 然后你在很多行为上 其实选民应该借着这些机会 在立志的动作里面来看两个人谁比较适合 比如说等一下过几段我们会来谈的是 美国这个再见的风云 然后大家的表现 然后你可以看到这些政治人物 你真正他的面对 将来万一你在执政的时候碰到了一些情况 你是怎么来应对 我们曾经也质疑过 你每天骂18% 然后你其实自己领18% 蔡英文每个人领18%多少钱呢 什么事情都不做 每个人领6万2千多块 那你就没有资格去讲别人 怎么样怎么样 这个标准其实是你自己定出来的 并不是我们跟你定出来 你自己在攻击别人的这一部分 那我们其实在讲整个救灾 蔡英文他其实可以着力了很多 这些灾期 很多都是民进党执政的县市 他从这些县市里面 你要找到机缘哪一些东西 现在政府还没有做好 哪一些东西有欠缺 那这些资料其实是不难找到 可是他就是很亲夫 很亲帅的 然后去讲马上就怎么样怎么样 这个是一个态度吗 本来了 你花多少钱要住一个房子 这是他自己的事情 这个只要他自己负担 不是用国家的钱 谁也不需要多讲话 可是这涉及到一个民间观感 也就是刚刚所说的 住在汉来去勘灾 在我在高雄的概念来讲 我很难想象怎么会住在汉来 连六龟都有相当不错的地方可以住 我想邱一很清楚 应该就非常 也很刚才符合 那个发人所讲的要安全 主席要安全的环境 六个非常非常的清静 而且安全 距离灾区也非常近 这是一个民间观感 他自己要负责任 我觉得他 其实我的理解 他好像到各地都选择住 这样子比较高档的地方 我觉得他自己要 要向选民负责任 就说这样子是不是更贴近基层 这样子是不是就不在意 选民对他的这个看法 所以我觉得他 不应该在这个问题上 还反倒去攻击马云九 住在哪里 我想他自己应该检讨检讨 好所以我们看到 当然不管怎么样 这个希望是成为 总统候选级人的这个人物呢 都应该有负责任的发言之外 但是确实马云九总统 他是一个国家的执政者 面临的问题会很多 除了蔡英文 跟他代理的民意党 对他的很多批判之外 是不是国民党内有很多的 过去的一些声音 或是大佬 对于马云九总统呢 也嫌他在过去的节目当中 很不贴心 有没有这样的问题 我们稍后带你来看看 郝博村先生说些什么 马上回来 行政院长吴敦义 出席公益讲座 前行政院长郝博村也到场 上台发言力挺 却突然说了这番话 有杂志报道 连声文枪击案 马总统的处理态度 让党内大佬连战感受不太好 郝博村也有回应 总统 党内外面 政治 我都很高 全部 这个是 说话很多 我都马总统 就是三人多来 从来没有 外面找不他 他也没有找不我 外面觉得 他不看中我 说是马总统上任以来 自己也没受到特别照顾 到底是不是 亦有所指 郝博村办公室说 郝博村跟连战的感情很好 应该不会有所针对性 面临2012大选 这场大佬角力战 恐怕还会继续 好 刚才我们看到这段谈话 还是要给大家看一下 因为我们这好卑卑 90几岁身体非常好 但是我们还是来看看 他到底怎么说的 他说呢 这个郝博村6号 不以为然地表示 讲的就是说 到底是不是连战 包括他的家族们 对于马总统有一些不满意 所以郝博村的说法是 马总统上任到现在三年多了 自己从来没有去找过马英九 马也没有来拜访 但是从没有觉得 自己不受重视啊 现在这些国民党 所谓的大佬们 连战都比我在小20岁了 他强调 马英九的优点 就是不会把法律事件 变成政治事件 威权统治 马英九是温权统治 所以看来呢 我们这个郝卑卑郝博村先生 对于马总统还是有 颇多的爱护 所以蔡委员我们刚就看了 如果这样子的话的话 就有人马上就连接起来 那这话是不是讲给 连战荣誉主席听的 不会啦 因为第一个确定的前提就是说 郝博村先生是在帮马总统讲话 那么第一个就是说 外面可能传说很多大佬 是不是对马总统 不是有点情感上的摩擦 他就想说 你看我这个年纪最大的大佬 他也没有照顾我 我也没照顾他 可是我不觉得他没有 不尊重我 等于在帮马英九总统 做一个排解跟化解的一个工作 当然他讲的话 可能拿自己做例子稍微幽默一点 第二个他提到说 马英九他不会把法律的事件 变成政治的事件来操作 他是从侧面在赞美马英九总统 因为我们的确前段时间 我必须承认有很多的将军等等 退伍军人对马总统有一些误会跟误解 那么也都要靠这个郝卑卑去帮他化解 所以这个纯粹是一个场合 并不是在刻意强调说 马总统没有照顾我 不是 他说马总统没有照顾我 我也不觉得他 我有什么不受看重的地方 所以如果说 这个郝卑卑在这种类似的场合里面 多帮马总统讲讲话 对马总统是正面帮助的 但是可以感觉到 郝博卑他刚在影片上跟在报纸上讲的 报纸讲的好像觉得他有一些不满那种 但是看影片其实是比较没有 他是有点开玩笑那种成分 那他讲大佬 当然不止国民党大佬 还有外面那些自己认为对马英九当前有很大贡献 然后三年后对我不闻不问的那些人 他其实这个是很明显 那有些大佬自己也没有说去表现说 比如说有人讲谁骂三字经 我是不相信 因为那个人我认识他这么久 我从来没听他骂过三字经 就是说我不晓得他有什么三字经 但是有些大佬他是怎么样 自己没有怎么表示 可是他的第二代就出来说 我要选哪里选哪里 这个也造成说有些立委险气 国民党换兰结的时候有一些困扰 我不晓得郝卑卑在这方面 是不是有点这样的隐意 我觉得我当然我们要去解读这些人的话 要很小心 但我听起来 我的感觉是 郝博春超强调一个重点 马英九是不贴心的 是的 这三年多来 如果说不照顾大佬这件事情的话 是的 我也没有啊 可是我觉得重点是放在 如果你们这些被称之为国之大佬 你们在思考问题的时候 是考虑这一个人对我好不好 还是应该考虑这个人对国家好不好 我觉得重点应该放在这里 你要支持或不支持一个人 不应该基于私人的交往 而是基于这一个人做的事情 对国家是对的还是不对的 我觉得如果郝博春从这个角度去讲这个话的话 那这一句话可以给很多人省思 那其实我在看这个 我们先讲一点 就是说其实宋楚瑜这个事情 我觉得宋楚瑜本身的问题 有很多其他的因素 那马英九要如何处理宋楚瑜 那是马英九的 这个我们先放一边 可是这件事情出来了之后 我所看到的是 有一些 其实在过去2008年选举的时候 坦白说真的出了不少力的人 这件事情发生了之后 其实是某种程度的幸灾乐祸 就不出面调解算了 某种程度的幸灾乐祸 甚至于希望宋楚瑜力道再强一点 原因是什么 就是因为觉得自己也被冷落 希望借由宋楚瑜的手 去砍马英九一刀 我觉得这样子的问题 才是马英九该去面对的 但是我们终究是要考虑的 是马英九对国家好跟不好 我最近提一点 我觉得现在外面的留言 谣言很多 坦白说比如讲什么 连战这个事情那个事情 比如说那时候 连战不是那个全会没有参加吗 我想很多人都忘记了 那个全会是因为台风 所以延后一个礼拜 所以连战出国的时间 如果那个全会没有延后的话 连战是会出席的 而且我可以具体的说 他连讲稿都准备好了 就要求大家怎么去支持 马英九的讲稿都写好了 所以你就知道说 留言很多 都是要借别人的手 去杀马英九一刀 其实我们看到最近的 整个政治上的氛围 好像泛兰这一块 很多朋友都会想说 有没有可能会某种程度的分裂了 可能过去马英九总统 本来就是不适合跟人家 这样子博感情啦 所以有一些自认为是大佬 或是真正大佬的人觉得自己受到了一些冷落之外 尤其现在我们看到的 真的有这个其他的人士 在泛兰这块 想要开出另外一片天 所以郝伯村这一番话 其实针对性很强 是不是就是告诉大家说 马英九 还是我们至少是这一块里头 很重要的 请大家要爱护他 然后不要毁灭他 郝老师 对了 我看起来 郝伯村将军 不只是身体健康 他也有个很健康的心态 这是真的 所以我觉得一个退休的老人家 很重要的 他不要成为年轻人的负担跟麻烦 我想这个心态 郝先生显然是做了很好的示范 至于说他有没有针对什么人去批评 我相信他应该听说过 因为在大老门的聚餐里面 其实我有一两次参与听来 就是做晚辈在那听啊 的确难免有这个假说 以说 并说的项目之间 可是我觉得 在今天好先生所讲的这一段话里面 我觉得可以给很多人一个提醒 我是不是可以问一下 这个老师讲的假说 引说 并说 透露一点 当时什么内容 当然有的人会比较不满吧 他那个不满 他也是事出有云 绝对不是说 今天你有没有照顾我 给我一个什么 一年来看一次半年了 或者有没有 不是的 他们有假说 你说比如假说局来讲 他们会讲他他他 这个口气就让人家觉得有点 因为有的人讲马中途 他他他 有的人甚至用更比较 这个让我们这些听起来 的确有层次上的不同啊 可是我总觉得 这些 我觉得老人家的这些抱怨好 不要成为政治上的 一些我们评价的一些 因为每个人都有他的情绪 好些给大家很好的示范 我觉得也应该 现在如果别的老人家听到了 我觉得可能自己也会想一想 哎 为什么 好卑卑九十几岁要这样子说 对啊 可是这一波 这一波大佬纷纷出遍 其实是因为宋楚瑜 宋楚瑜前面 他现在有一番讲话 很多大佬就突然 都出现了一些话语 那大家看了就 像阿扁说老宋不老 对他赞免有加 然后有些大佬就更老 然后就出来又开始讲东讲西 讲了那种西路 甚至有点肉井下石 我觉得郝博春这个时候 他出来等于就帮忙讲讲话 就好像前一阵子 那些国经将领 然后到中国大陆去讲了那些话 其实我们后来查证 也不是报纸写的那个将军 有这样讲老实讲 所以那个人是被冤枉的 但是因为这样传出来 你对险情就有影响 那些在大陆的老将军 就觉得很气马航九 你怎么可以这样讲我们怎么样 好博春有出来替他疏通 所以就一个 马航九的老长官来讲 好博春 我其实是蛮佩服他的 三年内马航九从那边去看过他 马航九其实有看过宋楚瑜 外面都写没有 其实我知道是有 那这些东西 你到现在时候 反而是可以看到一些 比较可贵的 小董真的是很会解读新闻 小董特别提到 好博春 好卑卑这番话 非常非常的重要 小董完全听懂了 两个礼拜前啊 好博博最信任的 他的长期的好友 徐老爹 到高雄国军英雄馆 去宣布 新同盟会开完会以后 因为那天高雄分会的 那个选举结果出来 他也特别提到 没有错 有很多的将军啊 尤其在夏淫州上将 那个事情以后 很多人其实对 马总统是有意见的 因为马总统话讲得太重 讲得太快 没有查清楚 反而被中国大陆过去的情报 猴子儿子罗元那个少将啊 给利用了 把台湾做分化了 所以呢 很多人确实有误解 误解就会有些闲言闲语嘛 好我们是民主社会啊 又是封建的社会 大家悲酒言欢的时候 一定会谈到一些情绪性的问题 可是 是徐晓天讲得最对 他说情绪归情绪啊 这是国家最重要的 生死存亡方向的一个最重要的大选啊 难道连到民进党 去把两岸关系搞成风火连天吗 难道台湾陷入不稳定吗 所以不管怎么样 情绪是小事 全力支持马总统 我觉得 今天好被没出来说这番话 情绪是有的 情绪不重要啊 但是小事啊 到现在还在谈说 哎呀你多久没见我了 没有告知我了 对我不够理喻了 所以我要干嘛干嘛了 你不觉得 大家感觉到 又不是小孩子玩刚刚酒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 宋志尔好博尊先生 讲了一些话出来 让这一些自认为大佬 或是真正大佬的人想一想 到底接下来在重要的选举的时候 大家应该怎么样的抉择 不过有一件事情呢 马上迫在眼前 我们必须要来好好观察的 就是现在这个美国的 国债的问题解决之后 又来一个债性来降低的问题 那明天呢 台北股市开盘之后 会反映出来怎么样的一个局面 很多的投资人 非常的焦虑 我们稍后持续带你来分析 马上回来 后面 下因为我会和您在什么地方 你说一下 那又在我看到 你看到 这件事情 我不能看 是一个人 都没有